录音樂 給豆芽卡 七七 錄音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呢要跟大家開箱分享鞋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的涼鞋款式 應該會有八雙左右的分享 我原本只是想說挑個五雙金犬跟大家分享 但是不行 每一雙就是好像鞋櫃裡面都需要一雙 然後雖然都是涼鞋的款式但是又不一樣 今天呢我要把我挑的這八雙鞋子都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加AF加的鞋子 我跟D加AF加配合了也好幾年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拍成影片 那大家可以加入他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我鞋櫃裡面有大部分球鞋以外的鞋子 也都是D加AF加的 所以如果看到我腳上有喜歡的款式的話 可以先到他們家去找找看 他們家的那個出新品的輸入真的是有點瘋狂 那這一次呢D加AF也會準備小折扣給大家 我把它打在這邊囉 那麼就趕快開始介紹今天的鞋子吧 我先分享我之前寫過文章的兩雙鞋子 然後至今呢 我文章都已經寫完都沒有人要看 然後到現在穿出門還是會一直被詢問的兩雙鞋 第一雙鞋大概不陌生吧 它也被我穿的有一點點髒了 我原本以為這種基本簡單的款式 可能比較不會有這麼多人詢問 沒想到我錯了 這一雙真的是超多人問 它穿起來非常非常的顯腳板瘦 顏色也是超級顯白的這種性色 這會被我穿到有那個腳趾印了 鞋跟的話是這種粗跟低跟的款式 所以它走路起來是完全不會讓你腳感覺到累的 那這一次我挑的兩鞋呢 大部分都有做這個 很棒 這邊會有做一個小軟墊 那每一雙鞋子的軟墊大小會不太一樣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比較硬的鞋底我也會跟你們說 那這雙穿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 走路走久也沒有問題 然後兩鞋旁邊這邊啊 還有後面這邊腳跟都很柔軟 所以不太會有那種刮腳的狀況出現 這個扣環它也是一樣的材質 然後用這個絨布把它包起來 這樣穿起來鞋子很協調 如果是要搭配那種比較素色 比較氣質的小洋裝的話 我就會搭這雙鞋子 這是我近期出場率最高的一雙低跟鞋吧 一樣也是超多人問的這一雙 可愛的民俗風的涼鞋 那這雙鞋子呢 它這邊是有綁帶的 因為我穿去越南的時候 那個綁帶勒久了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 然後現在不知道要跑去哪裡 所以我就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樣子 它這雙鞋子就是非常非常可愛 然後也超級舒服的 綁帶的話呢 如果你不是需要一直走路的話 就不會有不舒服的狀況出現 但是因為畢竟那個帶子是很細的 那你走路要習慣那個綁帶的細度 但是呢沒關係 這個呢 綁帶就算拆掉了啊 一樣是可以存 而且可以走路的 不會一直掉一直掉 就是用了很多民俗風的小元素在裡面 例如說這個球球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這個編織的那個刺繡 我非常喜歡它編織的刺繡 就是很細緻很精緻的刺繡 然後也不會做配色配的很突兀 鞋側邊的話也有做刺繡 那整個就是咖啡色為基調 然後藍色的刺繡為主 那你搭配那種淺色的洋裝 穿一雙這個就很亮眼 或者是你搭配很花俏的洋裝 穿也不會顯得太過突兀 那這一雙鞋子啊 它這邊的那個 墊子是平的 就是剛剛那一雙是有凸起來的 那這一雙是平墊 但是它平墊一樣是有做一個軟墊的 再來跟大家分享兩雙夾腳的款式 那夾腳的款式其實我比較少穿著 因為我不是很習慣被夾腳的感覺 第一雙是這個 很好看吧 這一雙呢我喜歡的是它的配色 它是白色的那個皮革鞋帶 但它不是那種很反光的螢光白鞋帶 我自己的膚色是沒有這麼白的 所以我不喜歡穿太過太過死白的衣服啊 配件等等的 但這一個鞋帶它是 它是有一點米白色 但它再靠近白色一點 所以它穿起來比較不會這麼顯黑 但它又同時擁有那種白色涼鞋的 清爽的感覺 那這一雙鞋子呢 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鞋子裡面 唯一一雙沒有軟墊的鞋 所以如果你平常穿鞋 比較會需要有足弓的話 這一雙可能會比較不適合 它的就是它沒有軟墊 它這整個都是硬的 不過它這邊都還是可以 這樣子軟Q軟Q的 只是說它在這個腳踏板接觸的地方 是沒有軟墊的 接下來是這一雙 這一雙也超級好看的 我特別特別喜歡這種裸膚色的鞋子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我不喜歡穿太白的鞋子 但越接近裸色 越接近膚色的話 它同時可以擁有那種淺色清爽的感覺 但又可以讓你的腳更顯白 所以我非常 我超級超級喜歡 這雙鞋子的顏色我都超愛的 那這鞋子呢 這邊都有做一個 蓬蓬像靠綿一樣的軟墊 讓你在走路的時候可以減少那個緩衝 比較不會不舒服 這裡的皮顏是軟軟的 然後這一雙鞋裡面也是很舒服的 因為有一些鞋子就是外面很舒服 但是你一穿進去 你皮膚跟這邊接觸的地方不舒服的話 它就找到了 就你變成裡面又要貼一堆那種布啊 然後幫著你的腳去刮傷 但這一雙是不用的 好那這兩雙假腳的款式 是我比較沒有這麼常穿出門的 但是呢 為了好漂亮的鞋子 我會 我會努力克服夾腳症的問題 有人跟我一樣也是 比較沒有辦法接受那個 腳趾縫這邊有卡木東西的人嘛 不是因為它不舒服 就是真的是 沒有辦法克服那個 感覺 感覺就很奇怪 舉手一下讓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 這一雙很美吧 這一雙是 珍珠的款式 這個 我記得這雙鞋有兩三個顏色 我挑好久 最後還是選了這個裸色的 裸色控真的沒辦法 它還有黑色的 我覺得黑色也很好看 那這雙鞋子我覺得它 好看的地方 第一 除了它這個竹竹就是會讓整個腳看起來非常有氣質以外 它這個邊邊也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在那個黑色的邊上面 還有那種立體的 金雕 它是立體的喔 所以我覺得很漂亮 它這邊已經是軟的了 這邊 但它這後腳跟的地方這裡 又在做了一個比較突起的軟墊 所以你在走路走久的話會更舒服 那接下來登場的是這一雙 這一雙它的風格比較強烈一點 原因是因為它的配色跟它的繫帶比較寬 就是會有比較粗曠的感覺 那這種鞋子我覺得它很適合搭配那種日系很清新 然後純白色或者是淡淡的粉色迷色的那種連身洋裝 就整個人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你在穿上這種比較粗曠一點的 然後有優然感比較重一點的 這種拖鞋涼鞋的話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日系小清新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雙皮狗也給你們看一下好 它這邊是光面的 但它裡面一樣是這種 比較輕膚的那種材質 它的這個軟墊是做的稍微厚一點的 它是在中間這邊有凸起 好的 那我們就要換下一雙 接下來是日種 拖鞋款式的包鞋 那這種鞋子就是我非常常穿的鞋子 而且我鞋櫃裡面有超級多雙 但是每次看到不一樣的款式 或者是不一樣的配色還是會想要 想要收集回來 這一雙呢它這個做的版型比較細緻一點 就是這個腳跟的地方是比較窄的 所以你穿起來會稍微有氣質 那我很喜歡就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就是很襯膚色 然後會讓你的腳很白的顏色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螺膚色的顏色 然後也是我自己選鞋子 非常非常喜歡選的顏色 那這一雙它的顏色是稍微在接近粉膚色 大概是我底妝的這種顏色有沒有 粉膚色的 前面就是一個大方扣 然後金色的很亮這樣 那這雙鞋在穿起來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這個皮 可能是比較新的關係吧 你們聽 就是它走路的時候會有這種聲音 刮刮刮的聲音 那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腳板 跟它的腳板比較不符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穿久一點 可能這個聲音會比較減少 我覺得這是它一個小小的缺點啦 但其實不是很大的缺點 只是說我剛好有發現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最後一雙鞋啦 這是一雙小白鞋 夏天就是錯了兩鞋以外 白鞋、帆布鞋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搭配環節 這雙鞋子我很喜歡它的地方 因為它是這種異材質拼接的 它這邊是那種荔枝皮革的白色 然後有流書啊這邊 它這邊就是有做這種藤邊的感覺 我很喜歡 不過它這個下面的底啊 就是塑膠的 就是它是仿藤邊 但這邊的話是藤邊的 我覺得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那穿起來的話也很柔軟 因為你們看它的皮料 就是那種單層的皮料 然後很舒服 我自己的腳型的話是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有一點高 所以我這邊會先稍微貼個OK棒 然後等到我把這個皮革穿得更軟一點的時候 這邊就不會去刮到我的腳了 超級好搭配衣服的 然後又很懶 而且其實因為它這個布料很軟 我有時候也會把它踩下來 很重 希望不要不要踩壞囉 那我今天穿的鞋子的尺寸 都是正常碼數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覺得 需要再大一點 所以如果你們是喜歡我這種 這些款式的話 就選正常的size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想要選其他的款式 可以看一下網路上面 他們會有那個標示 建議你選大半號或者是小半號呢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DJF鞋子的合作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呢 你們喜歡DJF的鞋子 然後也喜歡看我的 跟他們的合作的話呢 大家可以多點幾次的影片 然後多多留言 這樣我之後就可以 多多的再跟他們爭取拍新品的影片啦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 留言 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狀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音樂館還有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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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不錯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 突然這種影片 我們是不是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都可以看到